大家好,歡迎來到The Wave的頻道是Chromechan 今天我們就是一條USB Type-C 線的開箱 這條線是A-C 就會很方便電腦和其他擁有Type-C的裝置去連接 同時市面上難得一件能夠達到10Gbps規格的Type-C線 事不宜遲,我們一齊來打開它 這條線叫做UCB-30,Sony Store 賣近198,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就拿了一條線出來,裡面都是只有這三樣東西 一個imported information和user material 那我就拿了一條線出來 那條線都相當粗的,它的直徑是4.5mm 和之前我自己買的UCB-32 和在六聯買回來的USB-3.1 Type-C線的粗幼都非常相近 那我們就現在拿條線去電腦檢查一下,看看是不是快一點呢 好,那這裏就是一個5.35GB的電腦 那我們就開始設定那個timers了 準備,3,2,1,drop下去 那現在就是用一條UCB-20的線 那這條線的速度就是USB-2.0 那是相當之慢的,那我就加速一下 連接的器材只是Exact Premium 所以最高都是5Gbps,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好,時間那麼快就去到4分半鐘啦 那我們就差不多過完啦 那我們就看一看它最終的時間 4分43秒028,那這個就是它UCB-20的速度 好啦,那我們就delete了這條片先 然後接著就拿UCB-30去測試 好啦,那現在就插了一條UCB-30下去,那就 drag下去 3,2,1,go,start 那它的速度相對上都好像快了一點的 那我們就快轉一下 那它都差不多一分鐘啦 不知道它可以一分鐘內完成呢 咦,還是差一點點 那它的結果就是1分03秒064 好啦,再次多謝大家收看對Wave的頻道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,就按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OK